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11月13日 香港多家大学取消了本星期余下的课堂 或者取消了本学期的课程 与此同时 大陆和台湾也分别帮助各自在港学生陆续撤离 今天中午 香港教育局宣布说 明天就是14日 全港学校 包括幼儿园 小学 中学和特殊学校全部停课 连日来香港已经是烽火连天 港警在多所大学与示威者发生了暴力冲突 特别是昨天 从早晨一直到今天凌晨 港警在中大校园疯狂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 把中门大学变成了战场 中大学生统计 一天之内 港警在中大发射了2356枚各式弹药 其中至少有60人在冲突中受伤送医 多人被抓走 自从林郑见过了习近平和韩正之后 香港的警民冲突一天比一天激烈 观察人士说 北京当局正在把香港推向内战 北京和港府释放了人性最恐怖的一面 破坏文明的超龄红卫兵 最应受到谴责 对昨天警察强攻大学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表示 已经入禀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 禁止警方在没有搜查令或者校方批准的情况下 或者警方不按警力出警的情况下 禁止进入中大校园 高等法院在今晚进行审理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得到结果 不过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 大学不是法外之地 不过他很快遭到了各方的回击 其中在多家大学任客座副教授的沈旭辉 脸书就发文表示 有什么合乎任何逻辑的解释 说这是成比例的武力 为什么不用同等武律去清剿你们 天天打交道的黑社会 没有守令就进入到任何地方拘捕 这跟日军清香有什么分别 沈旭辉认为 当局有一种病态的报复心理 释放了人性最恐怖的一面 超龄的红卫兵享受着破坏文明的快感 全球学者联署谴责港姐的同时 呼吁大专学界教职员和学生罢课 促进港府回应反送中的诉求 还有一群澳门大学生联署表示 中大犹如30年前的天安门 犹如六四事件翻版 他说这一夜虽然我们不在 但我们都在 引发人们谴责的是警方在11号 又一次开实弹枪 涉嫌谋杀之后 把战场又拉进了大学校园 当时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 港警试图冲入到中大追捕示威者 有几百名示威者用各式物品建立堡垒 阻挡警方进入 双方在校区内的天桥展开对峙 警方多次释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示威者则以汽油弹和砖头进行还击 后来撤退到运动场内继续抵抗 当晚7点半中大校长段崇智前往现场准备与警方协商 但警方说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 要求他离开 没等段崇智离开 警方迫不及待的又开始发射催泪弹 示威者架起防线并且进行还击 现场陷入了一片火海 冲突当中有多名学生的眼睛胸部和脚都重大了 接受挤救 香港电台报道说 其中一名学生在头部重担后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警方的原定是晚上10点要撤离中大 但是却用水炮车再次射向人群 导致冲突一直持续到凌晨 中大护理系教职员梁先生午夜表示 临时小型医疗中心共收到119宗求助个案 但是只有两个人入院治疗 港媒引述医疗部门的统计数据表示 昨天全天共有51个人送医治疗 年龄最小的是一个10个月的婴儿 大专学姐声明 魔警重演六四 学生无罪 暴政婴王 呼吁各校的同学用一切方式支援中大同窗 事与中大共存亡 另外昨天中午 数以万计的职工占领了港岛中心大街 有几个小时 高喊着为自由而战支持香港 下班的时候 人群再次占领了繁华街区大道 法新社指出 这些场面已经凸显出一些持温和立场的人士 开始支持民主运动 民主派议员在声明中也表示 面对学生未孝未港 林郑却选择受指令粗暴镇压 令人通心棘手 严正警告 一旦学生有任何伤亡 北京和林郑将成为历史罪人 连续五个月 魔警是一天比一天疯狂 在人来人忙的马路上 向徒手的年轻人开实弹枪 驾驶重型摩托车 欲撞人致死 而中共官媒除了抹黑煽动 还为警察开枪辩护 中共政法委公众号长安健 更用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表述 说此时不开枪 要枪何用 要警察何用 公然唆使警察开枪 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说 从6月到9月 警方接获的自杀 包括有人上吊 或者从高处坠下 一共256宗 同比增加34宗 发现尸体 送院前或者送院时死亡的 是2537宗 同比增加311宗 林郑见过了西韩之后 港警越来越肆无忌惮 香港民众的反抗 也是相应的激烈 而且反抗的层面正在扩大 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认为 香港正在走向内战 气氛越来越浓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中共耗尽了耐心之后 香港的形势会越来越糟 北京在掌控着 香港事件的整体走向 掌握着下手时机 是北京和港府 一步步把香港推向了内战 香港走到今天 外界对北京的执政能力 也再次产生了怀疑 在美国之音指出 当今中国的禁忌话题有三个 一是猪瘟 二是猪头 三是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之后 金融时报今天也发文 痛斥北京和港府最应受到谴责 金融时报今天非常罕见 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文 明确指出 香港政府已失去合法性 文章批评北京和港府 错判形势导致香港出现法治问题 罪应受谴责 文章斥责北京和港府 不明白示威者是何其的认真 提出的让步太小太迟 港府连番错误处理抗争 已经使他在很多人的眼中 失去了合法性 一个象征性的场面是 当黑衣人在中环全速走过的时候 穿西装的那些办公室职员 都向他们拍掌致意 失去民众支持的合法性后 港府却加强警报管制 导致恶性循环局势升级 而北京似乎还要为23条立法 如今香港面对的 不是法规问题 而是法治问题 文章指出 令抗争和平结束的唯一出路 也是避免中国大陆 血腥军事镇压危机的唯一出路 就是普选特首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